沧流为什么不能把空桑彻底一网打尽 而只是封印了空桑皇太子真兰 让他无马分尸呢 因为帝王之血 帝王之血无法被杀死 只能被封印 宇宙六合中 力量从来不能凭空产生 也不会被消灭 帝王之血的力量同样不能被消灭 也不能转移给 除了空桑王室嫡系血统之外的任何人 只能被封印 帝王之血在云荒是很厉害的存在 统治了云荒七千年 哪怕真兰被封印 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而且帝王之血 还有治病疗伤的作用 严溪为了纳生化生的时候 不知情的人以为严溪伤得很重 快要死了 真兰直接提议让严溪用他的血 真兰要是真的很弱的话 在纳生遇到危险 炸下一只封损的力量 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所以帝王之血是强的 这个力量是靠真兰推动来的 但是真兰不是纯种血液 她的母亲是沙国人 所以只获得了一部分的力量 但即使如此 这样的帝王之血也是很牛的 真兰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她虽然很爱白鹰 也知道白鹰爱苏摩 但是她没有像新尊帝那样 将爱意转化成了恨意 甚至白鹰还在她的感化下 跟她护许了来生 最后真兰的帝王之血断绝 自己和新尊帝留下的宿命一样 山河永迹 作为帝王之血的最后一个传人 成帝王之血 皇天之力 空丧复国 指日可待